嘿嘿嘿 快樂是個寶貝妹 誰找到的誰不累 嘿嘿嘿 快樂是個蛋糕 誰飛翔誰就海陪 大你也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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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你也哼 小你也哼 都是身邊最快樂的人 嘿 快樂的Family 一場快樂的Family Family 新一季歡樂範美麗 爆笑不粗 別說你能死啊 渴不打的 吃了李大夫一個苗成的中藥 媽呀 這有懷生啊 媽 今天我十分生了 九斤六兩 好玩的 沒有孩子怎麼辦 趕緊去新興醫院 新興醫院就是好 去了保證生個大胖小 我說今天怎麼這麼巧呢 這電視上放的全是生孩子的事 全世界都知道我前十分還沒孩子 是不是 星星醫院 你聽聽這名字 知道是治療不孕不育的 不知道的那就是個寵物醫院 星星醫院 來 師父 這中藥好了 來 抓緊時間趁熱喝吧 哎 我的天 太苦了 大姐夫 你給我熬這個生孩子的藥 也得四年了吧 五年了 太苦了 你說咱爸咱媽也是 幹嘛讓你天天盯著我 還監督著我喝 這就這麼苦的藥 是啊 這還不是為了讓你們家 讓二米粒懷上寶寶嗎 那怎麼不讓二米粒喝呢 那不能讓二米粒喝 這藥太苦了 我都苦了五年了大姐夫 師父啊 人家二米粒到醫院檢查過了 人家沒有問題 大姐夫我也沒問題 那不好說 怎麼不好說呢咱爸 不是 我那意思是說 師父 這藥挺好的 我都已經考察過了 這藥啊 強身健體 喝吧 跪著那這藥 是太苦了 你喝吧 喝吧 大姐夫 你替我喝了吧 我替你喝像話嗎 我要能替你喝 我能替你生孩子啊 你這不夠意思吧 你喝不喝 我不喝 你喝了去 你不喝 我倒了去 你倒了去 你倒了去 你喝了去 你喝了去 我給你喝了去 我 我要不是為了怕浪費錢 我才不替你喝呢 我跟你說 你替我熬了五年的藥 替我喝了三年 我跟你說這個 其實這藥挺好的 怎么呢 真的 这药质挺大的 你怎么知道 你看 我喝完以后 大冬天我去物业值班 我穿着背心我都不觉得冷 不行 你又爱喝以后 你全喝了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吧 饿死了 松仁玉米 这话 说什么 这不叫松仁玉米啊 妈说了 这叫多子多孙 妈就是刺激我的 就是刺激我没孩子 我不吃行了吧 我吃这个 黄豆芽炒黄豆 这不叫黄豆芽炒黄豆啊 妈说了 这叫母子相会 你说我这个岳母啊 就天天盼着我生孩子生孩子 你说这菜还改了名了 我吃饺子 饺子什么馅 饺子今天馅好 六种馅呢 也有名啊 有 大米日小米日说了 这个叫做身怀六甲 大姐夫 你就跟全家人一起 你就欺负我吧 我不就是到现在还没孩子吗 干什么呀 我不吃了行了吧 我不吃了 不不不 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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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的了这是 这是干什么 吃个饭还都改成这名了 还神怀六甲 哎呀 顺芬啊 你呀也别太着急了 知道吗 这世界是公平的 该是你的 肯定是你的 你放心吧 说不定这个宝贝正奔跑在来你们家的路上 奔跑爸兄弟啊 不是 有那意思是说吧 得讲这个缘分 你现在没孩子呢 说明这个缘分还没到 你像你这种情况 缘分一旦到了 你大老板 不生是不生 一生生一窝 哎呀 我怎么还一生生一窝呢 我什么都窝我 不是 我那个意思吧 行了 行了 大姐夫 你不用劝我了 我都明白你意思 吃饭吧 我问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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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等一会儿再吃呗 别等了 我都饿死了 不是 不是 你大姐还没回来呢 哎呀 大姐又去哪儿了 她今天到医院检查身体去了 那医院人家中午不吃饭呀 到现在还不回来 不等了 不等了 等一会儿呗 不等了 你媳妇还没回来呢 等一会儿 电话 电话 喂 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喂 老公 哎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检查完了 我告诉你啊 我孕了 我孕了 哎 大伯爷在说啥呢 她说怀孕了 你刚才说大姐去哪儿了 去医院检查身体去了 哎呦 哎呦 来来来来 你打回去 打回去 再问问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大姐 我大姐怀孕了 哎 哎 哎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不高兴啊 心情很复杂 不 怎么了 大姐怀孕了是好事啊 你干嘛那么不高兴 不是 我们没做好 要孩子的准备啊 我们没要孩子啊 再说我们一直采取的措施呢 哎呦 她还没做准备 你没做准备 你没做准备 你大女日都怀上了 我跟我媳妇都准备了六年了 我什么都没怀上啊 哎呦 我明白了 嗨嗨嗨嗨 我们家孩子奔跑在路上 那是跑丢了 跑你们家去了 哎 一生一窝 我就琢磨呀 我属猴的呀 怎么可能一属一窝呢 我想起来了 我大姐夫她属耗子的 一生一窝啊 顺风啊 我明白了 啊 中药起作用了 这中药劲儿太大 我觉得也是 我吐出来 你吐出来 你管我孩子 往回头我再给你 你管我孩子 往回头我再给你 你为什么喝我的中药啊你 瞧着啥呢 我还没进屋 我就听着你俩在这孩子孩子 谁家孩子丢了 媳妇咱家孩子丢了 啊 大家孩子奔跑在 来咱们家的路上 半道上大姐夫给劫走了 啥玩儿了 鸡毛嫂子 她姐夫吃饭萌了 好好好 吃饭吃饭 哎呀 吃吧吃吧吃吧 就知道吃啊 咋去了 没吃药啊 吃了 她今天刚吃完 那喝的是汤药啊 还是喝的强药啊 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 你大姐 大米粒人家又怀孕了 啊 哎 等会儿 这叫怎么说话呢 你大姐怀孕了 这怎么还成了悲痛的消息呢 我发大姐呢 哎呀 你看看大姐 你看人家那大脸盘子 大身段 那就是当妈的脸 哎呀 不像有些人光打名不下蛋呢 啥意思呢 你的小伙伴儿啊 我这一进屋子 你就一句一句跟谁俩呢 哦 我说我自己呢 我说呀 我没长一个当爹的脸 是啊 你是没长一张当爹的脸呢 你长得跟孙子似的 谁跟你争了 哎 哎 哎 怎么的 我说你 你还冤枉了你 啊 你看人家大姐大姐夫 结婚不到一年 人家妞妞就出生了 人家现在 你闭嘴吧 你闭嘴吧 你不就是因为没寒 你心里不舒服吗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有跟你没关系吗 你跟大姐是一个妈生的 亲姐俩 怎么的 人家那块地怎么这么肥肤 你那块地 眼瞼地啊 说谁眼瞼地呢 说谁 起来大姐夫 我告诉你 钱志芬 我阿姆林区医院检查过了 我没毛病啊 对对对 我让你钱志芬去检查 你检查了吗 我也没问题 我大老爷们儿 优良的品种 谁给你定的优良品种啊 啊 膀怎么那么大呢 就你长的 小土豆秧子 你自己以为自活生乎习惯啊 哎呦 我能不能生出习惯 行了 你别说话了 顺芬 二米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 别生气啊 顺芬 人家二米说的是有道理的 你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嘛 对不对 你是得检查检查检 对不对 万一你那个秧子要是不新鲜呢 就是 全家人都刺激我是不是 我检查什么呀我检查 我没问题 没问题你喝药 我喝什么药 我喝药 药不都让你喝了吗 大姐夫 我没想喝 他不喝 我怕浪费了 喝你喝 看见了 这就是疗效 我妈我爸花那么多钱给你买的汤料 你都让大姐夫喝了 你真行啊 顺芬 我告诉你 就趁你这处 咱俩最倍都不想还上孩子 你就学着去吧你 你这事儿能赖我呀 二民 别生气啊 你还赖我 你别说话了 顺芬 你干什么呀你是 顺芬你怎么了你这是 什么事都赖我 不是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你哪用这么跟他说话的呀 太不像话了你这是 是大姐夫 我能不着急吗这事儿你说 全家都替我着急 我再不着急 我成什么了我 大姐夫啊 还有你 怎么的 你就刺激我吧你 还没做准备 没做准备你都怀上了 我的 我的 我告诉你 怎么的 教教我呗 大姐夫 你是我的亲姐夫 别的什么方面我都不服你 这方面我服你 你太厉害了 大姐夫 为了我们老钱家的香火 你就无私点 你都传授给我们 大姐夫 大姐夫 我听我跟你说啊 你跟我说说 正好今儿没人 姐夫跟你说两句话 其实我觉得你跟二米啊 都没啥问题 是吧 你们俩这么多年没样上宝宝 我觉得是你俩心理压力太大了 太紧张 有关系吗 有啊 这个人一紧张啊 他就不容易发挥 你放松 你放松了 你才能发挥正常水平 还有啊 夫妻之间的感情得融洽 对吧 彼此得好好相爱 我明白了 以后我不跟他打架了 我装我也能装得出来 装干什么 你得发自内心的去爱他 好好好 还有锻炼身体 你看你这每天晚上喝大酒 你看这肚子 对吧 这锻炼身体 你的身体好了 那宝贝的身体也好 你放心吧 我一定锻炼身体 早睡早起 还有一个最重要 你说 这个中药啊 你必须得喝 现在看来这个中效 劲儿挺大呀 太贵了 干什么熬中药 好 我不光把汤喝了 你把药渣都给我留着 药渣干啥呀 我晒干了 当锅巴吃 那是鸡子啊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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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你手机咋还关机了呢 我没电了呢 快点 别干了 来来来 快快快 你别说话了 你赶快坐着 把鞋脱了 换上拖鞋 你别动 你别 你慢点 你别动着胎气 你知道吗 你不是怀孕了吗 我没有怀孕哪 这有什么不承认的啊 刚才电话里我都听见了 怀孕了 怀孕了 不是 我刚说两句 不就手机没电了吗 我今天不检查身体吗 然后呢 天二米 他怀孕单就取回来了 我打开一看呢 猜怎么着 二米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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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你就别在这儿刺激我了 你没完了还 顺芬 你咋还不信呢 这怀孕单你自己看 我看是不是 你自己看哪 你看 妈呀 是吗 看见了吗 你老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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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米粒 媳妇 二米粒 谢谢啊 你有完没完了 有完没完了 怀孕了 你有病吗 我看你们 以后咱俩有一个算一个 以后别叫二米粒了 诸臭严谨地 爱荡荡地 媳妇 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你怀孕了 给我上一边去 不是 你别走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药 药 药 草 天哪 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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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张化验单 拿金块给我表上 挂起来 挂哪儿啊 小区门口 大姐 大姐夫 把这事宣传出去 一定要让全小区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二米粒 怀孕了 好好好 大姐 大姐夫 替我们家二米粒高兴吧 高兴 好 以后你们两口子 伺候她 就是2017年 你们工作的重点 明白 大姐 不光把她的衣服洗干净 要消毒 好 大姐夫 科学的膳食是你的任务 好 媳妇 你想吃什么 你尽管说 蒸羊膏 蒸熊掌 蒸鹿影 生花牙 我明白了 大姐夫 满汗传喜 放心吧 站起来 干起来 媳妇 休息 描着 一定 一定 干起来 啥事也没管了 放心吧 有你大姐夫呢 干起来 媳妇 干起来 干 干起来 干 干起来 老公 不这样 二米粒怀孕 咱俩忙成这样是干啥呀 别说了 快 干起来 你这么冷天 你拖成这样不冷啊 不冷 我现在还出着汗呢 你咋做这大劲头子你啊 可能是中药劲上来了 我真没想到 这么多人在这卖单看热闹 就无法事儿大 气死我了 儿子顺风不给力 二米粒子不争气 别人子孙都满堂 当不上爷爷我憋屈 老憋屈了 前顺风 前顺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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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前顺风 哎呦 我的妈呀 亲家呀 快里边请 里边请 哎呦 我的妈 啥风吧 你吹来了呢 前顺风 哎呀 哎呦 哎呦呦呦呦呦 亲家 今天咋倒着这么帅呢 出对象了 出啥对象呢 一个人过挺好 拉倒吧 好啥好啊 亲家我都走好几年了 哎呀差不多该找一个了 哎这么的 有合适的 我帮你划了一个呗 你可拉倒吧 今天能见面吗 这么急呀 我说有时间 合适的帮你划了一个 跟你开玩笑好不好 逗你玩好不好 我招啥急啊 我不急 我现在是单身贵族 有房 有车 有劳保 而且身体还挺好 你听听 等一会儿我缓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 莫迪玛就这身体啊 哎呀 不管怎么说 我也算是似有心人吧 哎 集体不是我 集体应该是那帮 着急想得到我的 夫女老太太们 呸 把自己还当相似啊 不是 哎 兄姐快请坐 请坐 来来来来 喝点啥不 啊 来来来 对 这有家多吧 别麻烦 别麻烦 哎呀 别麻烦了 哎呀 别麻烦了 哎呀 我说亲姐 哎呀 你这招商伙似的 上人家干啥来了 我问你 啊 我儿子跟你姑娘 结婚这么多年了 那孩子的事 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你们两口子 一点不着急吗 咋不急啊 这家急的 我都差点替他们生一个来 对不对 人两口上医院检查去了 那非常正常 啥毛病没有 就是怀不上 你说我有啥事 啊 我这到处找人划了 那不孕不遇的偏方 老米大嫂 哎呀 哈哈哈哈 你来啦 哈哈哈哈 看里边行里边行 呀 家里来且了 啊 不是啥且 她是我亲家 你什么啊 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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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哎呀 哎呀 这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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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谁吗 你认识我吗 对 你俩认识 你姓黄 黄鼠狼的黄 不是 你那个 大哥 咱俩在哪儿见过面吗 何止见过面 你以前在钢厂 医院里头当护士 对不对 对呀 我给你打过针 什么呢 打过针 你在那儿当护士 我曾经也是那个钢厂的职工 有一次我生病了 是你给我扎的屁肢 哎呀 我的妈呀 听着呀 那一个钢厂一万多人 你说给你扎那么个小屁肢 他能记住你吗 不是 怎么听 不是 你 大妹子 你再好好想想 真想不起来了 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真 真想 你想想 我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咱们厂子赫赫有名的 劳动模范 你再想想 劳动模范 哎呀 我想起来了 你是孙大哥 我的妈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就听这名就不是他 你看这海拔还大过去 哎呀 哎呀 他是孙丰他爸 他不姓孙 对了 刘长江 我看江江得了呗 啊 我是钱孙丰他爸爸 哎 我大妹子 你怎么总愿意给我改姓呢 不是 那啥 我认识那俩老母儿就叫这名啊 对 你认识那俩老母儿我也认识 但是他们俩是省里的劳母 我是全国的劳母 先生 你说你这记性多好 这么些年的事你还都记着呢 人老了别的事扭头就忘了 但是年轻时候干的事 那记得是一清二楚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厂子搞会战的时候 我作为突击队长带领我们班的弟兄 奋战了三天散夜没有合眼 等任务完成了我就昏倒在车间里 呀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在深情地望着我 那眼睛 双眼爆皮 那眼睛 楚楚动人 哎呀 那眼睛 哎 那眼睛呢 当时我就在想 我如果这辈子都能看见那眼睛 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你那清姐那当时你说你咋不 哎呀 清姐 干啥玩意儿你那个 清姐 干啥 刚才我听你说这番话 当时你是不是看上人家来 清姐实不相瞒 啊 年轻时候的我呀 比较晚熟 知道吗 那个大眼睛 那眼睛 就是她 她 就是我的初恋情人 哎呀 妈呀 是你的情人哪 哎呀 妈呀 那啥 大嫂啊 你家有客人我得回去了 哎 妹子你别走 瞅瞅你说的 白人说的都待不住了 妹子 姐问你 你上我家来干啥来了 哎呀 妈呀 真愚着急啊 老米大嫂 我把正事都给忘了 那啥 我老头在世的时候啊 给我留了几个 专制不孕不育证的片方 我给你送来了 太好了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谢谢你啊 你先一边去 大妹子 你刚才说你老头不在的 啊 那这么说 你现在是单身呗 算是吧 那你一个人过得咋样 一个人过得孤单不孤单 那该找就得找啊 人当老头一定有个败 败败败败败 败败 败 你小心点 清清 不是我说你 你矜持点行不 我实话告诉你 人家有对象 就算隔壁老王 太有对象了 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不是 人家有对象跟你说啥呀 你是人家啥人呢 我是他初恋情人呢 拉倒 我不是打击你 你跟人家在一块 你俩就是一个骆驼一个猴 在公园里头 你俩都不能关一个笼子里 根本不合适 知道吧 所以说爸 你你你矜持点行 大嫂啊 那我家里还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不是妹子 那个 大妹子你站住 那个实在实在对不起啊 是吧 我以为啊 这辈子再也不能见到你了 可是我真没想到 在我庆下 突然看见你 我心里多少有点小激动 是 我承认我年轻的时候吧 对你是有想法 是吧 但是我这人呢 一向呢 说啊 有那贼心没那贼胆 完了呢 不敢跟你表白 是吧 我这亲子啊 自己啊 干出点成绩 干出点成绩之后呢 我再来找你 于是 我就努力工作 由区劳模 干成市劳模 由市劳模 干成省劳模 由省劳模 干成全国劳模 当我从北京领奖回来 再去医院找你 听说你已经结婚掉走了 那个大哥 没想到你为我默默地做了这么多 嗯 但是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说谢谢 你客气了 谢谢的应该是我 是你让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过很多美好的梦想和回忆 对对对对 不是你在那笑啥呢 大妹的进入都这么长期 你哪不知道给她骑杯好茶呢 啊 你看我忘了 你俩坐 你俩坐 我骑茶去啊 不用 一定要骑最好的啊 好嘞 好嘞 大妹的 请坐 大哥你也坐 哎哎哎哎 你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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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يا 你挺好的呗 大哥 我挺好的 大哥 你不也挺好的吗 我挺好的 大妹子 你 你真的挺好的呗 大哥 我真的挺好 大哥 你除了问我挺好的 还能问点别的问题吗 能 大妹子 你确实挺好的呗 我确实挺好的 大哥 我看你也挺好的 我不好 我特别不好 这几天的脖子咔咔直响 脑袋还迷糊 你说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那你是颈椎有毛病 我给你开点偏方 你再找个按摩师 给你按摩按摩 那你这样什么钱 你给我按摩按摩 反正实在不行 我给你俩钱也可以 看你说的 老米大嫂跟你是亲戚 咱们当年又是一个工厂的工友 那提钱那不是外道了吗 那啥 来 我给你按一按 你坐下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好好 咋坐地去了呢 坐这儿 我哪知道你又挪了 我的天哪 你这颈椎真有毛病 是吧 茶来了 茶来了 喝茶 我这亲家 我这哥儿 你厉害嘞 我就去没茶工夫 你俩就这程度了 老米大嫂啊 你轻着这颈椎真不好 要不能不孕不孕 不是 要不能迷糊嘛 真是脑共血不足 是是是 那个大妹呢 我不让你白摁 我让你听一听 咱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 还有咱们年代呢 我这意思是 你再说 我这时候 我今天也没有 一听就叫得亲切 一听啊 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可不咋的 那啥 是不是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个大妹子 你想不想听你那个时候唱的歌 妹子 你当年还会唱歌呢 唱的不太好 全市文艺会演 我就得一等奖 想不想听你的录音 你有吗 当然有了 快给我听听 你在台上激情四摄演唱的时候 我抱着录音机在台脚上那儿给你录的 哎呀 为了追你我没少下功夫 哎呀 妈呀 你真是用心良苦 来给我听听 来来来来 先给我听听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先给谁听 还是先给他听吧 算你懂事 来来来来 那个时候的音质跟现在没法比 你这样你戴上耳机听 重温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今天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咱们已经下车 因为你这种就已经忽宣出了 谢谢大家 这种后来的主旋律 先误 sı on 弄个扒了皮鸡蛋去的 哎呀 你跟他不般配 长得太磕着了 这样你把他踹了 咱俩成归于好 好不好 真好 那咱俩说好了啊 这个事咱就这么定了 好不好 好 真好 你妈呀老王 你吓我一跳 我干啥呀你 啥时候来的呀 我在那扎了半天 不是那也 那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我不聋 也不想 我听你我还看见了嘞 你刚才说啥了 我就说点心里话 你可拉倒吧 刚才说什么你忘了 好 真好 哎 老王大哥 你来了 快快快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不用介绍 我忍点 那我牵手不让他跌吗 对呀 咱呢 你刚才说啥了 那俩是亲家 那是实在亲亲 你说就这个样 你说不得这么多余吗 你说我是应该安静地走开 还是瞧瞧地看 老王啊 你是不是误会了 对 我不是误会了 哎呀妈呀 不是误会了 我现在又觉得我这个生命啊 哎呀我这生活 哎呀妈呀 哎哎哎 对 我不是啊 我认识你 你 你就是那个隔壁老王吧 老王就老王呗 你嫁个爸干什么 哎 君子动口不能动手啊 动口我咬死你 你先 行行行行 老王大哥 你听我说 你真误会了 我误会了 你听我说 人家我亲家和这个 王大妹子 他俩是一个工厂的那个工友 竟然敢我这巧遇来 真敢我亲家颈椎不好 他呢又会点中医按摩 这不就那两下子吗 有啥呀 你拉倒吧 那是亲亲 你肯定想了他 我都看见了吗呀 那个东西 你肯定想了 不是 老前大哥呀 不是我 你到底说啥了 我呗 你看你看 我 排位表演艺术家 哎我到底说啥了 不是 我可以让你回忆回忆 对不对 他说的 哎呀 你那个对象啊 隔壁老王啊 就像把那皮那个鸡蛋 啊 你不要说他好了好不好 好 你真好 啊 男家把那皮鸡蛋这么漂亮啊 哎呀 要不咱俩好嘛 你说好不好 你好 真好 这不都没说的吗 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我 我 我 你吃醋了是吧 哎 我说好 我是说好了 我是说歌曲的旋律好 我是说歌词好 我是说当年的感觉好 啊 你说这 我戴着耳机子 我也没听着他说啥 我啥都没听见呢 就这你就吃醋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你啊 你这个老头太坏了我呀 太坏了 你看你这听太坏了 我差不点就能够的去我呀 你为什么不长病 你知道吗 就像眼睛转眼睛 你长不上来了你啊 哎呀 我说乘日啊 刚才那番话真是你说的吗 你是不是真对那动歪心眼的 我跟你说啊 人家俩人可处得好好的 你可不许给当家插一帮子 哎呀 趁着眼睛你放心啊 我是那种格局小的人嘛 是吧 哎 鸡蛋你过来 还是把这瓶的鸡蛋是不是啊 不能再拔瓶 再拔瓶出油了 你说的那是鲜鸡蛋 行了 我跟你说几句话 你说 是我承认 年轻的时候我是喜欢的 我想追求他 但是有人贼心没有贼胆 是吧 怕他拒绝我 我心色再见不到他呢 没想到今天在这见到他了 那完了我就把我年轻的时候 想对他说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心里痛快痛快而已 是吧 我告诉你啊 是这样的啊 你现在和他办没办证吗 没办呢 对呀 你没办证那我就有机会 哎呀 老钱大哥 我刚才态度已经很明确 哎呀大妹子 我跟他开个玩笑啊 兄弟你记住了啊 好好对他 不要给我留任何机会 你放心吧 这点我肯定做得满满的 做到 很好很好 来大妹子 这个送给你 这里边录的都是 你当年演唱过的歌曲 如果你想那个年代的时候 你就好好听听他 老钱大哥 不说了 啥话也不说了 说了也白说 啊这样 祝你们幸福 我走了 不 哎呦 我先 哎呦 想不到你这个音挺好 你给我少过车犊子 不是我 我告诉你 我不是跟你吹 我如果以后再找的话 肯定找一个比他个儿还高的 哎呀 比他还漂亮的 哎呀 比他还年轻的 哎呀 你信不信 我信 我都不信 走了 哎呀 回来 走啥走 我家车带来走 不吃了 第一油没赶上 第二倍 第二油又没赶上 嗯 第三油我坚决不能错过了 大妹子走 帮我向对向去 走 走 你带出来呀 哎呀 你说还是个激情 哎呀 怎么看着哥们走着 松手 哎 松手 哎呀 妈呀 我也跟着凑个热闹去 看看那老太太长的 有我好看呗 对对对快乐是多大提高 谁配笑谁就还配 哎呀 我的妈呀 这么多现金 小王啊 这个钱包是你捡的吗 是我捡的 真是你捡的吗 真是我捡的呀 你再好好想一想 我怎么好好想一想 也是我捡的呀 小王啊 我替施主谢谢你 来来来来 快请坐 小王 你这件事情做得太好了 失禁不媚 做了件大好事 你放心 明天就把你这个事迹 放在咱们小区的宣传栏 而且要上头条 让你成为咱们小区的红人 哎呀 当哥呀 成不成为红人啥的 那我觉着都不要紧 我现在就想好好回家 成为一个活人呢 对 怎么 哥 这事就只有你能帮我了 只有你能救我了 哥 你必须得救我 没事 没事 你说吧 哥指定救你 今天早上吧 我媳妇给我一半块钱 让我去还房贷 我这走半道 我就把这一半块钱 给别的女人花了 哥救不了你 这事哥救不了你 小王啊 你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呀 你媳妇是干啥的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卖木地的吗 你说这事他要知道了 脾气一上来 再把你充了业绩 你怎么说话就吓人糊辣的呢 你听我说干个不是这么回事 我今天晚上不去还房贷吗 然后我走到咱家那个胡同前嘛 我就看着一个老太太66岁就哐就摔那了 我一看这四周也没人啊 我就给扶起来了 然后我就给送医院去了 人家大夫说他老严重了 说他必须得住院 让交一万块钱的住院押金 我兜里不正好有一万块钱吗 我就给交了 交完之后 我兜里这一万块钱不就没了吗 我媳妇知道这一万块钱要是没了的话 得整死我呀哥呀 是为这个事啊 我怎么这样 夏娃 你复活了 而且你是满血满蓝的复活 浑身充满了正能量 没事 这事交给我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你也不要那么紧张 你把这个事跟你爱人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哎呀 哥呀 我要跟我媳妇说他能相信的不就好了吗 他根本就不信了他 他为什么不相信呢 哎呀 就我吧 我平时在家里 我愿意跟我媳妇说两句那种善意的谎言 明白吗 明白 就是隔三差五的有时候说个瞎话 我不是隔三差五的 我是天天说 没事 没事 我稍微有点晕 我怎么无法 哎呀 我说小娃啊 这就怪你了 我 你天天跟你媳妇说瞎话干啥呀 刚哥 我家的情况你多少也了解点吧 对吧 我媳妇贼啦啦厉害 然后其实对我特别抠 我一天我跟她说点瞎话 斗着斗勇 我不就为了混点零花钱吗哥 你让人不给你零花钱吗 给啊 给不就完了吗 给得少啊 少 你得知足 再少 比我少啊 一个月给三十 你赢了 三十是太少了 回头我得跟她说说啊 得多给点 三十 人家太不像话了 哥 我跟你说 这事你要不帮我 我今天我真就回不了家了 我跟你说 你得帮我的 你这事有点麻烦 这啥麻烦 你说我呀是个物业经理 是吧 我又不是妇女主任 这事我怎么帮你呢 这事 哥 我跟你说哥 咱小区的人都说 说人赵刚刚是这小区里 最正直的人 最正派的人 最正经的人 最善良的人 同志们都是这么反应的吗 都传开了整个小区的人 不行 那这事我帮你 你看你是不是哥 我刚做了好事 我这是好人呢 这是 放心吧 组织上必须要保护好人 谢谢哥 这事交给我了 喂 谁呀 刚哥我是小万呢 小万 我老公今天早上拿了一笔巨款出门了 到现在人都没回来呀 你快帮我查查咱们小区监控 你这要是再没有线索呀 我就只能报警了 小万呢 你别报警啊 你这样 你现在赶快来我屋檐一趟 好不好 行我马上就过去 我媳妇啊 你媳妇马上就来 我怎么扔呢我呀 没事你放心吧 有我呢 一会儿我来保护你 来了 来了 这样你先到里面我躲着啊 一会儿我叫你你再出来 好吧 好来 撒开你别拽我 姨奶 姨奶 你慢点姨奶 慢点啥呀 因为你都耽误多少事呢 你来这儿没用 怎么没有用 这不看见赵刚子了吗 有用 小姨啊怎么了这是 来来来别着急 坐这儿慢慢说 怎么了 人家刚子我跟你说呀 我这今天到处找你呢 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大姑 我说吧我能说清楚 你说 你说 今天早上我起来吧 就是没梳头没洗脸 我就出去溜达了 溜达溜达呢 我就饿了 想买点吃的 玩事呢 我就碰着姨奶了 说重点 我姨奶就问我 你干啥去啊 我说没啥事 我溜达溜达我饿了 你说重点 玩事我就问我姨奶 我说姨奶你干啥去啊 她说我也没啥事 你能不能说重点 她钱包丢了 这才是重点 明白了 你那钱包里边都是啥呀 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千块钱现金呢 大姑姑你看啊 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少年 我说你来物业找你没用 我带你去小区的垃圾堆翻个遍 如果连那儿都没有的话 咋的 那就真丢了 我现在也不是假丢 我跟你玩着呢 王小剑 我问你个事 这钱包丢了 跑垃圾桶找啥呀 奥妙就在这里呀 你想的大姑姑 你要是预算一个有良心的贼 他会把钱包打开 把钱出来兜里边 把钱包扔垃圾桶里边 卡 还给你 那要是没良心的贼呢 那就妥了 他会想方设法给你发个短信 请把你的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好吗 谢谢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比如说 这个人捡了钱包了 他在积极地寻找施主 如果找不着的话 他有可能送到我物业来 让我帮着寻找 那他得多二人 王小剑 你这么想可不对啊 现在 实惊不昧的人很多 大姑姑 要真有事儿的话 以后我就不管你叫大姑姑了 那你管我叫啥呀 我管你叫爷 不是你管我叫爷 那我见着你爷 我王叔我怎么称呼啊 还咋称呼 以后你看着我爷 你就管他叫老弟 这孩子你说 行 好好好好 王小剑 你可真行 小姨啊 来来来来 小姨我问你个事儿 你说 是吧 您丢那个钱包是啥颜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 对 你看这是你的钱包 对 这就是我的 等会儿小姨 还得履行一下程序 这就是我的 里边有啥呀 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千块钱现金 这银行卡是啥银行卡 一个是农业银行的 一个是工商银行的 答对了 你看看 哎呦 这钱都在这儿呢 有没有少的 一样都不少啊 一样 你看我就说吧 你上垃圾堆反美用 你得上屋页来找嘞 这啥话都要你一样说了 大姑父 谢谢啊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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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啊 我觉得你叫我大姑父 就不合适了 就是啊 那叫啥呀 那街坊邻居 你们说叫啥呀 对 对 以后你见到我 你就叫我刚毅 对 对 怎么搞呢 找不好的 你爷不是他老弟吗 别闹 你奶大姑父 这是你千万别跟我爷说 他要知道这事的话 非提死我不可 你这什么孩子 看你以后还瞎着我 你什么刚子 捡我钱包这好些人在哪儿 在哪儿 小王 来来来来 巧了你捡这个钱包 是我小姨丢的 小姨啊 就是她捡的你钱包 哎呀 孩子 谢谢 谢谢 你看这大姑娘呢 你这是十斤不媚啊 来来来 快来来来来坐坐坐 让阿姨好好看看你 你看这孩子哈 这家是长得好 办的事也漂亮 哎呀 我也是 多好这孩子 你一个拉倒办 人长得渴着 办的事也压着 赵刚子我跟你说啊 这种好人好事 必须得在小区里边大力宣传 你放心吧 后续的宣传 我们已经全面铺开了 感觉漂亮 刚哥 刚哥 不要我媳妇 不是 你媳妇来了咋的啊 是这样的 她今天早上起来 拿了一万块钱出去 交房贷 碰见一个老人摔倒了 她就把人送到医院 然后把这个钱啊 把老人垫付了医药费 她就盼着一万块钱 跟她媳妇解释不清楚 就这事啊 这是好事啊 别的事你议我不敢说 妇女工作你议我 受哪把架 真厉害啊 交给我了 那行 你去 你赶快进去躲着去 你快去啊 我叫你再出来 明白了吧 快进去 去 刚哥 小万 刚哥 你找到没有 没找到 完了 完了 我就说吧 这老爷们手里就不能有钱 这一有钱她就不着家 她的孙都拴不住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先去报个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说你这事 你着什么急呢 你说 妈呀 这能不着急吗 这么大的事啊 改成不是你老公丢了 不是 你看 这话啥说的 那老爷们不回家 咱们作为女人 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 我们自己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想一想 我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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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什么问题 你才有问题今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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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心脏啊 小倩儿 哎呀 不是你今天说的话说的 你稳住啊 哎呀 哎呀 是假的 这孩子 你谁呀 哎呀 这心脏啊 你谁呀 我谁 全小区你打听打听 谁不认识我 我就不认识 那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 你好 我叫王小倩儿 这回认识了吧 我上一遍呢去吧 我认识你有啥 又要认识你的 真是给我老公能回来呀 不就你这样的事 哪个老爷们愿意回家呀 你再说一遍 我修你 你信吗 你赢了行不行 你头子 你是冠军 来来来来 那还行 小白行来来来 不是你这么话说的 你别着急啊 这样 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小白我问你啊 这个 你老公是不是经常不回家呢 那倒没有啊 你看 那这回突然不回家 会不会有点啥事呢 你别说哥 还真有点原因 今天早上 我给他拿了一万块钱 我说你去交房贷去 拿着钱人就没影了 一天都没有消息 都会急坏了 要我就说嘛 这男的手里就不能有钱 有钱不一定干啥坏事去了 那他要是真干了个好事呢 那不可能啊 他干好事 他第一个时间他得告我呀 他憋不住啊 那他要告诉你了 你能相信吗 那我肯定不信 你看 他还是呢 你看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吗 能有啥问题呀 哥呀 他肯定是办了个好事了 办了啥好事 哪里没有一个好东西 哥呀 你看 我没冲你 不是说你 哥这事不包括你啊 真的 那包括谁呀 想听 包括你 包括谁 还甜脸问呢 得到啥你啊 我给你带我单位去 我给你弄墓地 你吓死你了 对不起我错了 你的墓地达到了 我不去墓地 不是不是不是 还咋呀 来来来来来 你听姨跟你说啊 姨今天早上的 就丢了一个钱包 那就是一个小伙给我捡着的 里边两千块钱呢 一分钱都没少 哎呀妈呀姨呀 这是个好人哪 那可不咋的呀 姨呀你说那是人家老公 那我老公能和人家比吗 我一个月就给他三十块钱 那眼含热泪的接过来 两千块钱 那不得疯阿姨呀 哎我问你小外 那万一捡钱包那个人 就是你老公呢 不可能 不是要是的话呢 假如说 要真是我老公 以后我就对他温柔相待 我百般合乎 我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说话算数不 算数 好 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亮个相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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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在这呢你啊 找你一天了你知道吗 天哥 没事没事没事 出来 用我的 小外你冷静 你别怕你过来你过来 小外咱说好了啊 只许问问题不许动手 刚哥你起来 我肯定不动手 好好好 你出来 有你刚哥呢 我都找你一天了你上哪去了 都急死我了你 哎呀 吓死我了 哎呀 你别这样你 这样你说我这心里也不得劲 你说你出啥玩意 我不着急 我不怕你出事吗 哎呀我能出啥事 这不没事吗 真没事啊 你看这不 老公 你没事就好 一万块钱呢呀 其实我要跟你说你得信我啊 今天你不让我还房贷吗 然后我走到咱家那个活 在胡同门口那地方我就看你给老太太摔倒了 我就给送医院 你送医院之后吧 我就给交了一万块钱助业押金 你骗谁呢 行了 你看我说他不信我 他根本就 哎哎哎 不是你说 那位女官军确实是他做的 就是他 我那钱包也是他捡的 小外 你信你刚哥不 那我信你哥 小外呢啊 你信刚哥的 这些事啊都是小王干的 那你们要都这么说的话 这事我信 老公你也是的 你说你这么伟大 你干了个大好事 你咋不跟我说呢 吓给你吓的家都不敢回来 你就是这样 你这事你回家 我爱你都爱不过来呢 我都跟你说 那玩意 那玩意 一万块钱不没了吗 哎那都不是事 下雨我多买点木地啥不出来了 不是啊 不是啊 太感谢了 真感谢感谢你们 这个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你呢啊 客不客气 咋呀 上我单位玩去啊 对不起我多嘴了 多嘴了 刚哥 主要是谢谢你 我的天呢刚哥 以后有啥事你就直接跟我说 都不是外人 这么的刚哥 我给你留块好木地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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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 那眼目前刚哥 现在还用不上 这话让你说 早晚用得上 哎呀 是 你是什么意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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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这不是想玩吗 啊 你快来看 上网络头条了 席寻一位好心人 将老人送到医院后 垫付一万元印药费 消失在人海中 家属群并有仲介 活了 喝啊喝啊 还真是你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看 我这还好 我这还好 哎呀老公太厉害了 这不是要火了吗老公 这事办得漂亮啊 就说这件事啊老公 一个月 你留花钱以后 我每个月给你涨40啊 涨40你可就好 太够意思了你 找我这样媳妇啊 你想死去吧你 真是 哎哎哎哎哎 我说懒狗子 行了别在这儿秀恩爱了 赶紧回家吧 我跟你说 说不定施主啊 还有记者 已经到你们家了 正在那儿等着你呢 不不法 我的妈呀刚哥 赶快去吧 这事整的事情 咱走了啊哥 哥咱不敢这儿倒入十节了 我回家 我家里面可能有记者 等着我上电视呢 好好好 咱请 刚呢 那个什么 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待了 我得去套小男家 因为那个钱包吧 是小玩给我捡的 我得跟记者说清楚 顺便表扬表扬他 正不好的话 我也能上个镜 大姑婆 哎 我也不能在这儿待了 我也得去王阁家 我是见证人 这事儿 如果让我爷看上的话 我上电视 我也得多骄傲啊 都去了 我就不凑那个热闹了 不过呀 不过呀 我下班啊 还必须路过他们家门口 没办法 宁可别管我叫爸 我和你妈可生长不出你这款的流氓兔 干啥呢 找胡萝卜呢 找啥胡萝卜 我等会儿有个朋友要来 什么朋友啊 沙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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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会儿要来咱家 睡沙发的客人 谁要来咱家睡沙发呀 感觉是谁呗 哪那女的呀 摊啥算啥 你在哪儿认识的 网上 你在网上认识的人 就敢往家里领啊 你要造反是不是 不是 这么大的事你跟谁说了 我跟我妈说了 你住嘴 恨你这句话一通 就跟我妈说了 跟我妈说 你妈是大天呐 同姐以后 这样的事必须都莫黄 然后我再跟你妈汇报 你不嫌累啊 我就知道告诉你得磨 گ 磨叨磨叨 成天呐就知道 叨叨叨叨叨叨叨 哎哟我的妈呀 煩死我了 前师傅 师傅你来来来 干啥呀 爸 睡觉呢 不是 你不是 我就出事了 我问你点事 咋了 爸 什么叫沙发客 这个我知道啊 你那个传奇里边 不是有一个土城吗 土城里边有个沙发客 卖蓝瓶卖血瓶啥的 怎么的了 你能不能说点 我这个年纪 能听懂的话 你不懂啊 我也不玩那个王者荣耀 你还知道王者荣耀呢 什么现在 我那个手机不好使 太卡 现在我一死队友 就骂我送人头 行了 爸 回头啊 我做生意再赚点钱 我给你换个手机 行 哎呀 别走 你这样的事还没说呢 咋的 你告诉我什么叫沙发客 我还真不知道 我给你查查百度吧 哎 对对对 好 沙发客 对 哦 百度上有 嗯 这百度上说了 沙发客顾名思义 就是睡在沙发上的客人 哦 其实现在对沙发客 有一种偏见 就是认为人家是来蹭吃蹭喝的 哦 其实不然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明白了吧 哦 忠心思想我明白了 哦 蹭吃蹭喝 不是 爸 你咋的 你要到谁家里去睡沙发去 我上谁家睡沙发呀 啊 是有人垫地上咱们家这个沙发了 谁呀 这是那小米粒招来的 爸呀 这个事我得严肃的跟你谈谈了 这个小米粒越长越不像话了 是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先跟我说呢 啊 然后我再告诉你啊 然后你再告诉我妈呀 他嫌咱俩累 哦 不是 什么情况这是 不是 你说这 现在这人 你要不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你要旅游你就好好旅游 你跑别人家住什么沙发呀你 人家知道你是谁呀 放心嘛 你人家认识你 你好人坏人嘛你这是 是啊 爸呀 我估计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说咱们家有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呢 怕啥呀 哎呀再说 人家就是来睡咱们家这个沙发 就咱家这破沙发睡去呗 你起来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你 咋的 你把你蓝眼睛睁开来 啊 你使劲睁睁大点 你看看咱们家这个客厅 你怀视一下 还破沙发 沙发 是咱们整个客厅里的地标型建筑 在家里的位置 啊 仅次于床 哦 沙发一失守 整个客厅就沦陷了 哦 我都让他们给闹 我都说 你 你就 你就不全乱了吗 你说这个沙发客在这里 把东西弄乱了 谁找 把东西弄丢了 谁赔 这个沙发客要是在这里他病了 谁负责 沙发吗 啊 不还得我负责吗 哎呦爸 经过你这么一说呀 高屋建岭啊 你这啥时候学的啊 我六岁年就上房淘家桥 哦 房顶上学的啊 不是你是 我这越想越害怕 你想一想啊 早晨起来咱们一睁眼 啊 客厅里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 哦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哦 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啊 你不知道他是南来的 北往的中国的外国 啊 那是不同颜色的皮肤 说话完全听不懂 伺候不好害爱骂 来了女的还好办 男的还得传闲话 干不干干 干不干干 小女人将来怎么嫁 怎么嫁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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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个闹 别 别闹了 不是 爸呀 我这个意思是说你说的有道理啊 那怎么能消除这种担心呢 你听我的吗 啊 一句话就解决问题 你说 把沙发烧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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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可得冷静啊 烧沙发不要紧 再把房子了喽 这房子 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给我留一点炫耀的资本行不行 那咱不得解决问题吗 我明白了 咱这么办 爸 这沙发客到咱们家睡沙发 不就是想旅游省点钱吗 这样 咱把咱家的每一样东西都飙上架 咱让他知难而退 你 你这主意太损了 我好喜欢啊 咱可不能真挣人家钱 我还能收他钱吗 不能 咱俩去策划策划 走走走走 他是一会儿就来嘛 对 来来 喂 你到了是吗 好嘞好嘞 我这就出来给你开门啊 请你 老公 身份证 我还要什么身份证啊 好像你没检查过我身份证似的 这是咱们沙发客之间必要的程序 我明白 生活态度 对 哎呀把这身份证照的 这早日的呢 这 大老远来的 是不是累了 不是 我 哎呀 怎么的了你啊 我刚才这身旺好像劲儿有点屎大了 闭眼了呢 是吗 别动老公 我帮你看看啊 是 都叫老公了 叫老公了 叫老公咋还查他的身份证呢 装备啊 上 还好 欢迎光临 这是我爸 这是我 我的吗 干啥呀 结成为您服务 小米我说你家厉害呀 家里囤俩服务员放的 不是 那个这是我爸 这是我二姐夫 干啥呀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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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欢迎您的光临 请换拖鞋 谢谢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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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什么东西 新拖鞋 所以有架签 架签 等会儿 我看看 拖鞋 拖鞋五块 五块十五 带走二十啊 是 爸 小米 你等会儿 是这样 你看我这一天呢 走南闯北的 这些东西身上都有 都带着呢 啊 这个这位先生 您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 对 想必你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 比方说 你去饭店吃饭 能吃你自己家炒的菜吗 不能 比方说 你到酒吧去喝酒 能带着自己家酿的酒吗 也不能 比方说 你到公安局去蹲居流 能带你自己家坐的手铐子吗 那更不能 谁家产大东西 叔 这事我明白了 那我先把这钱呢 先给姐 哎哎哎 别别 别别别别别 小米热说得对 走的时候再结账 因为你走的时候 还不一定消费多少呢 穿鞋戒 走 来 老公 请进请进 来来来 没事 坐 坐 你坐着 我给你啊 泡茶喝 对 小米烈为你泡的这一杯茶 叫做西湖龙井 西湖龙井产自于浙江的杭州 其实就那么几棵树 所以特别的名贵 那这一杯 那这一杯得多少钱呢 不论杯 论炮 每杯相当于山炮 对了 明白了吧 三炮 三炮明白了 不是那这一炮不得二十块钱啊 分谁为你服务 我泡的二十 我女婿泡的四十 我女儿亲手泡的一千零四十 爸 我什么时候给别人泡茶要五千呢 你哪会给我泡茶一千块钱挡住了 漂亮 我给你泡钱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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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上那洗手间 我不用 是不是 不是 你要肥上上的就上一趟呗 那洗手间在哪儿去了 那边 只入五块 行 我说你俩想干啥 热情服务啊 这好好的一个家都快让你俩整成龙门客栈了 你是不是想撵人走 你把顾客都请来了 还不让我们服务啊 是 那你服务就服务吧 你要什么钱呢 拖鞋也要钱 喝水也要钱 你们怎么把洗手间厕纸都标上架呢 标了 五毛一筹 小伙子 这是我们家最便宜的 尽情享用 不是 姐夫是这样 我一想这五毛一筹 五毛一筹 按照我平时这个量来算的话 大概是 是一筹半 我就现在我憋会儿吧 有点用不起 那既然就不睡了 那就休息吧 对 休息吧 休息休息 来来来来 请休息 我这沙发出来 我可以 再来 怎么了 事情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叔叔 我想这个沙发 也一定不会让我免费的住吧 聪明 那是不是不同的姿势又有不同的价格呢 越来越聪明了 孙芳 给他打个样 两个众 能不能让我免费的靓 我宝费的 姿势全都能免费的 作品 我就没什么 凌多 膿 二姐 你们有完没完啊 小米莲 怎么跟爸说话呢 我告诉你 等我二姐回 你看他怎么说 你跟你二姐 我妈回来 你好不在哪儿去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去年我去乌伦贝尔旅游 我就是一个沙发客的身份 在他家住的 人家全家上下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回来的时候 还给我带了好多土特产 我带回李莫尔你吃了吧 老公呢 我带回来的蘑菇汁吧 老公呢 我拿回来那么多的奶制品 那都是老公呢 我说那玩意有那么大 不是 说我都 我家的 我家的 对 老公家的 你现在反过来 人家到咱家来做客 你看看你们刚才整一出一出的 有咱们家这么对待朋友的吗 你行吧 你还来这儿了 是 你有理了是吧 是 张嘴老公 闭嘴老公 什么朋友 都叫老公了 还是朋友吧 老公 老公 怎么回事啊 嗯 误会了 属我刚捋明白 你肯定是误会了 是这样 我呢 我姓龚 因为长得老 他们都叫我老公 这我身份证你看看 这是在认练功吗 公啊 有姓龚的吗 怎么没姓龚的 你还认识呢 谁呀 啊啊啊啊啊啊哦 哎哎哎哎 阿斯迪阿斯抖阿斯高迪个多 阿斯迪阿斯迪个多 啊还是抖阿斯迪个多 公邻的 姓龚吗 我明白了 啊 对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那么不记得 就是你姓公 有点胡子啊 嫌老 对 我女儿就管你叫老公 对 明白了 归了你没姓爹 要不然我就管你叫老爹了 对了对 兄弟 这什么辈啊这是 对不起 小伙子啊 那快请坐吧 请坐 请坐 请 来来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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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跟你开玩笑呢 这这么回事 你看我这个一位子嘛 我在这个文化馆工作了好几十年 我还说过好几天相上的 是吗 一个人没逗乐过 现在卫宾来了 我行 我逗你乐一回 你乐没 叔 你刚才差点没给我逗哭了 但是你问我乐没 我可乐了 哎呀 老公啊 老公啊 老公 哎呀 姐夫太别扭了 小米粒你听见没有 这么称呼是不是别扭啊 爹里 老弟啊 哎 我爸今天这种行为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会 你沙发课吧 是一种新鲜事物 我们都不大懂 你说突然家里来 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好家伙来睡我们家沙发 我们能不担心吗 是 小米粒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现在是越长越漂亮了 我爸主要担心她出危险 哎 二姐夫 叔哥啊 你刚才说啥 爸就是担心你出危险 不对不对 就是上一句 你越来越漂亮了 你说啥 你越来越漂亮 你越来越漂亮了 哎呀 我这个小姨子就爱听这个呀 你看我这个小姨子吧 她二姐不在家 我单独跟她在一块儿 我心里都扑腾扑腾的 因为我很正啊 我不往歪里想 姐夫点我呢 我这个人也很正啊 姐夫我这么跟你说吧 最一开始啊 她到我们家的时候也挺尴尬 是吗 我媳妇担心呢 后来也好了 人姐俩畜生闺蜜了 闺蜜通访了 我在我们家还沙发课 哎呀那我就行了 兄弟啊 今天来绝对不能睡沙发 是 你二姐不在家 走 跟我睡床 来拿起来 姐夫我这人呢 睡觉毛病多 爱打把势爱翻身 翻身怕啥呀 翻身还不怕啥呀 啊 她这块头 啊 你那体格 啊 她一翻身 啊 上哪找你去 成照片了 你离这什么 你爸妈没在家 今天晚上你跟我住 别别别别说 我不光打马是翻身 我这人睡觉还打呼噜呢 说啥呢 哎 给谁话听呢 不是 你打呼噜 有能让你跟我睡一宿试试 小样我打不死你 行了 哪儿也不去 我出钱 五星级宾馆 兄弟 对对对 姐夫是这样啊 你看啊 我们是沙发客 沙发客 沙发客 你就得睡沙发 如果给主人添麻烦呢 我们就失去意义了 这就叫沙发客 生活太多 是 这就叫沙发客 对 这我就明白了 这都不 关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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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要 快到のファミリー 家快到のファミリー ファミリー